號頂股價利首在400多塊錢 但其實昨天借券餘額近8000張 要操作借券放空 不是件容易的事 想要放空號頂口袋 可是要夠深才行 因為光是借券費用就不容小覷 成交費率高達8%到8.5% 比起潤泰新2% 中聯資3.5% 費用高出許多 什麼利率會標這麼高 原因是因為 都是法人股東持有 所以他不見得會願意借給你 所以他可能只能跟小閃戶去借 那跟小閃戶借 要幾張幾張湊起來也很麻煩 所以他的一個利率就比較高了 股本17億 等於可借券餘額有1.7萬張 但6號借券餘額近8000張 大約是股本的5% 如果跟台股總借券餘額 佔台股的1%比較 號頂借券餘額水準 遠超過市場平均 仔細觀察 去年11月12號 宣布在2016年2月21號公布解盲 號頂借券只有500多張 股價才400多塊錢 借券餘額不斷上升到7000多張 股價漲到700多塊 公布結果後一路狂跌 借券放空獲利吃到甜頭 外界質疑這段期間 很可能就涉及不發 2月19日之前 可能有部分的人 預先知道了一個 臨床的一個結果 可能部分的人 那這些人已經借完券 到底是誰事前知道結果 在解盲公布前 市場還算樂觀時 還願意付大筆費用 借券放空 是真外資還是假外資 有沒有涉及內線交易 也曾檢調追查重點 記者宏希宇 邱慈玲 台北報導 是 鈴鐺 露 穆 露 露